我不过是个幽灵 你这样对我太好了 哇哇 哎老头你看 你看他背手了看见没 对他不是他背手就是 他有冲动了想上手了 这蜡烛 哈哈哈哈 我们走吧 你一点都不想我 我的妈呀 真有你啊 好了 你要是想我的话 以后我还是招待你的 不行啊这个就是叶炯粿那种 对对对对对 说妖艳见惑啊其实是在考性感 就是说这个女人怎么样 让这个妖艳心动 他不是说你要演出那种作状来 这是两回事啊 白鹿炎妖艳见惑一点都不做作的 哎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的想法都特别平庸 在表演的时候啊就像这样的一个女孩 她敢勾引这个大家少爷 为什么一定是温柔卤水的呢 她可以冷落冰霜的 也可以是活泼可爱的 没有一个人想到的啊 有请演员郑秋红 我要让郑秋红表演个特别的 她在她吉他上面贴了两个字琵琶 秋红我会为难你一下 因为这个角色我不想让你按温柔卤水来演 我按你演成小龙女 冷落冰霜高高在上 好 好看看 这个琵琶怎么演 琵琶怎么演 我觉得这个琵琶 黑马 黑马 对 姑娘 姑娘 你在这儿呢 这马球赛看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一下就走了 走吧 你就没有一刻想过我吗 对不起 我还有事先洗衣服了 姑娘 姑娘 你说什么呢 你明明每天都为了孙大人 查不思犯不讲的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啊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既然你心里有我 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的 让我们两个人都如此地痛苦 你只想过你自己痛不痛苦 那你夫人呢 你不要跟我提她 如果你要顾及她 如果你要顾及她 我即刻便与她分离 娶你为妻 不成 我不能只顾自己快过 不顾别人死我 况且你夫人一心爱你 你怎么 难道你就没有爱过我吗 公子别说了 若公子 只是单单地想听我谈去 我依旧欢迎公子 但是公子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请对吴夫人好一些 算是为我赎罪 若你不答应 就别来找我 我会提你的 姑娘 方才孙大人说要娶你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娶我 她不过是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说的话 怎么能信呢 孙家是什么样的门蹄 想要进去 她很容易 就凭她一人 你觉得 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呢 这瘟子正是下萌药的时候 我定要让她爱我 爱到骨子里 就算没赶出家门 一定要娶我 等着吧 好戏就要上场了 好戏 我这种双一匹黑马 我真的知道 我就觉得她的那个克制很好 就一个女人真正是这样悠悠的 你会被她勾走 她没有特别外放 我觉得这点很好 我特别怕她把那个 杯杯惨惨那个搞出来 杯杯惨惨是她的 她老用的方法 所以我说她如果掉泪了 就完了 我觉得秋红还是比较像 我想要的陶药的 整体就是克制的 后半段是所有人演的最好的 因为很多人就忽然变成另外一个 哼 整体很舒服 你很舒服 之前我以为那个 陆元祺是我心中的朋友 然后她出现以后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的朋友 对 所以那个郑秋红 马上准备一下十七级的一 你跟陆元祺来PK一下 跟白鹿演 好 可以了 谢谢老师 二选一 你们俩都得演哦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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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那么高 他会那么高 演员陆延祺加世 陶妖为阻止林绍春追查其陷害孙府的证据 特意前来警告林绍春 师妹 这好久不见了 我这身子沉 也不好来看你 今儿终于得空 你可别怪我 你快摸摸 咱们家这长岁呀 现在可淘气了 知道拿小脚踢我了 感觉到了吗 坐吧 您慢点别摔着 师妹看账本呢 你先下去吧 我有话和讨厌不妙说 说吧 有何贵干 妹妹 你这话也太跟我身份了 咱俩虽然并不熟 但好歹也是师出同门 你叫我一声师姐 也该拿出对师姐的礼数才是啊 你心怀鬼胎 别人不知道 我可是一清二楚 今儿啊 既然赶上门来了 就一切说完 反倒痛苦 妹妹 你可真的误会我了 我早前就跟你说过 我对大爷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不过 你既然 对我毫不留情面 我还是要谢谢你 多谢妹妹 对我没有赶尽杀绝 我才有机会 留在这府中 反败为胜 近日啊 老爷是觉得我 越来越对我亏欠了 但他越亏欠我 就对我越好 对于陶瑶的理解 我就是觉得 他不会是让人看出 他是一个反派的 就是我是希望演出来 他很深 这个人很深 而不是他很坏 所以我前面会表现的 真的是非常真诚 这府里 之前还真是没来过 挺不错的 你瞧着我做什么 不过我 我的确是想奉劝你一句 闲事啊 别管那么多 管得太宽了 好事 不利变坏事 眼下 是大着肚子 我便跟你计较 但你若是 继续得寸进食 我也不是吃素的 哎呦 不好意思啊妹妹 真是不小心 那我就先告辞了 快快长大啊 长大啊 长大我们跟着公子一起 因为陆炎奇 把桃鸟的内在核心 全部演出来了 骗人的那种小伎俩啊 就是要赞败别人的感觉啊 都有 那到郑秋红我也觉得非常好 是 是 师妹看账呢 我第一段演得有点平 所以我想第二段 我可以演一个坏人 再放出来一些 因为面试的时候 还是要让大家看到你的多面性嘛 今天来我这儿 有何鬼干 妹妹这话也太前外了吧 咱俩又不是仇人 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你我虽然不太熟 可以好歹师出同门 你既和我一生师姐 那是不是 也该拿出 对待师姐的旅数才好啊 你心里打什么鬼主意 别人不知道 我可以进而出 shadow 靳儿既然来了 那就一窍说完吧 等她痛快 师妹你可误会我了 我早就同你说过 我和大爷 那是真心相爱 你又何必 总是咄咄逼人呢